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联航26号宣布将从7月8号开始 恢复经由韩国首尔转机 来往上海和旧金山的航班 一周运营两次 每周三和周六飞往中国 周日和周四飞往美国 另外 美联航还计划在7月 恢复从美国到东京 首尔 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线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26号到防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 艾斯珀再次敦促各盟友国家增加军费支出 并说 未来美国在采取任何军事动作之前 将会与盟友磋商 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对欧洲和北美来说都非常重要 早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将从3.4万人 削减到2.5万人 斯托尔滕贝格说 上周的北约防长视频会议 讨论了特朗普这一决定 美国也在就此与盟友磋商 并明确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强有力承诺 斯托尔滕贝格对此表示欢迎 国会众议院周五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法案 批准首都华盛顿特区 建立为美国的第51个州 这一历史性的结果标志着数十年来 类似法案首次在国会参院或众议院通过 法案将允许华盛顿特区 在国会拥有自己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进而对联邦事务有发言权 不过法案也是象征性的 当天的投票结果是232票赞成 180票反对 投票以党派滑线 只有一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 绝踏多数的共和党人则不支持 预计这一法案在参院闯关成功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总统特朗普也以明确表示会否决 由于近几十年来 华盛顿特区的地方政治中 民主党意志占绝对优势 共和党人认为 华盛顿特区一旦成州 就意味着在参院拱手 让给民主党两个席位 其保持多数地位也将更加困难 众议院25号以236对181票 表决通过民主党议员提出的警务改革法案 这项法案着重从联邦层面制定标准 来规范警员操守 而共和党版本的法案则建议以补助等形式 鼓励各地警方实行改革 共和党议员也一再批评 民主党人未经过两党讨论 就直接提出这项法案 并在委员会审议阶段拒绝采纳共和党人的意见 部分共和党人也表示 两党的法案虽然有共同之处 但民主党法案中的一些措施 不利于执法 甚至还会伤害遵纪守法的警员 不过预计法案将不会获得参议院的通过 总统特朗普也表示 将会否决这项法案 数百明明周25号在肯塔基州首府 法兰克福示威 要求当局处理警方暴力执法的问题 事发在3月 三名警员使用不敲门搜查令 进入26岁黑人女子布伦纳泰勒的家中 随即对其连开十枪 最终泰勒不知身亡 案件迎来广泛关注 有演艺人员也加入集会 要求警方严正处理案件 当地市政府已经就事件通过布伦纳法案 完全禁止使用不敲门搜查令 并规定警察必须佩戴随身摄露机 集会民众不满警方至今 只辞退了一名警员 另外两人也只是做行政调动 三人现阶段都没有被起诉 另外在纽约市上周日 也发生了一起警员暴力执法案 一名警员以锁紧的方式 制服一名黑人男子 被指违反新法规 如果罪成最高 可被判求7年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疾控中心 今日更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症状 新增鼻塞或流鼻涕 恶心或呕吐和腹泻三种症状 其他症状还包括发烧或发冷 咳嗽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疲劳 肌肉或身体酸痛 头痛 丧失味觉或嗅觉和喉咙痛 疾控中心指出 该列表不包括所有的可能症状 将继续更新相关信息 此外疾控中心还删除了相关的年龄预值信息 指出不仅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疾病的风险较大 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染病风险也在加大 另外 疾控中心研究还发现 心血管疾病 慢性肾脏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炎 肥胖症等都属于高风险人群 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强调 新冠病毒大流行在美国还没有结束 而美国拥有的最强大的抗疫工具仍然是保持社交距离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确诊感染病例超过244万例 死亡超过12万4千例 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在周五再次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指出南部各州和加州部分地区的病例依旧呈上升趋势 且大多数感染者都是年轻人 美国在周四打破了新的单日新增病例记录 但副总统彭斯坚称 与前两个月相比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 并指出需要住院的人数远低于疫情爆发初期 死亡人数也在下降 但他也敦促年轻人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将疾病传播给更脆弱的人 另外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指出 自从将近4月前疫情开始以来 新冠病毒的性质以及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剧烈转变 他表示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轻人推动的 并再次警告称不要进行大规模的聚会 许多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都留出了中间座位 以保持社交距离 但美国航空公司周五宣布 这一政策将于7月1号结束 该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旅行 从7月1号开始的航班都是满园的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科比曾经表示 飞机上根本没有社交距离这回事 美国航空之后将允许乘客在可能的情况下 改签有更多空座的航班 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除了美国航空 联合航空和Spray等航空公司 均已满负荷预售出航班座位 而西南航空 达美航空和捷兰航空 目前仍在执行留出中间座位 或限制每架航班销售的座位数量的政策 例如西南航空公司已经承诺 该计划将持续到9月30号 美联储25号宣布完成修订沃尔克规则 放宽后的规则将于10月1号生效 将可为银行业释放400亿美元的资金活水 美联储声明指出将放宽规则限制 允许银行购买创业投资基金 且银行在与其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 不再必须持有保证金 沃尔克规则由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颁布 禁止银行利用参与联邦存款保险的资金 进行自营交易及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 限制了银行业的风险投资业务 而美联储本次放宽限制 被批评为推升金融系统的风险 新冠疫情反复令美国经济前景重新蒙上阴影 受到避险买盘的推动 美元指数连续第二天走稳 在97.3水平浮动 不过由于美元周二大跌 全周来看美元周线仍然可能创出 三周以来的最大跌幅 有业内人士指出除了避险需求 季度末企业的美元需求 也支撑了美元汇价的表现 不过前摩根士探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警告 由于美国赤字上升而储蓄不断下降 美元在未来一两年会急剧下跌 对主要货币的跌幅甚至可能高达3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